大家好,我是Anthony 我是香港收藏家,亦是收藏品的投資者監獄師 大家都知道,除了我收藏家之外 我自己也有經營很多不同的店舖 其中一間是一間收購店 通常我們會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收藏品 或者一些舊物,每天都會有人發給我們 甚至拿給我們店舖做一個收購 但在收購的過程中是怎樣運作的呢? 以及怎樣經營 簡單一點就是日常 我自己的角色是做些什麼 今天我想分享給大家 這也是其中一個會員 特別是跟我說的 很想了解作為一個收藏家的全職 會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 或者有什麼日常會做 所以希望透過今天這集 可以告訴大家 正常或平常的運作是怎樣的 在說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最重要是按讚 因為有新影片可以告訴大家 好實說,開始了 先說一下每天的屈日會怎樣 我拿了一些新吃的例子 讓大家感受一下我平時經營店舖時會怎樣 通常開完店舖後 一般來說 會有幾種 一是有預約的情況 二是有上門的情況 三是有帶上門的情況 什麼意思呢? 例如我在家裡有些收藏品 我會這樣 walk in 帶一些收藏品給你 例如想股價 適合價錢便會賣 這種方法去做 其實我們經常會有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我們通常會叫預約呢?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每天都會比較上網路 也有很多客人已經預約了 所以如果你 walk in 的話 很多時候你來到的時候 有機會要你等 我們不太喜歡 所以通常來說 我們通常鼓勵預約 所以大家有興趣 有收藏品的話可以預約 而這裏來說 有些真實的例子 就是給客人拿過來的時候 會是怎樣 這個我們會叫做比較好的 就是通常人們 起碼都衰衰地有一個膠袋 裝著一些銀紙 可能一整搭都拿過來 通常我們會建議做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想整齊一點 或者整理一點 當然你可以做一個list 就是有一個表格 容易點可以知道數量等等 如果不OK的或者沒有時間 都沒有問題 我可以直接幫你看 但如果你喜歡的話 也會鼓勵你分開不同的膠袋 也會有幫助 這個來講 分開兩個膠袋 可以看看平時會有什麼 當今天收購的情況會怎樣 當然我會完全給大家感受一下 通常我們收購店的情況會怎樣 通常我們收完一些東西 我們會有什麼情況需要做 可能它會有很大的不同的銀紙 我們首先要分類 例如有什麼10元、5元 你會看到它會有很多不同的重複 和不同質素的情況 因為不同質素的時候 很多時候價錢都會不一樣 通常我們的做法都會分開它 可能有些美麗的放在一邊 沒有那麼美麗的放在另一邊 很容易可以分開幾個 因為不同價錢是會不同的 通常我們第一步都會分開種類 所以你會看到這款 就是五、九年到八多年的10元 其實它橫跨很多的年份 不是太重要 但最重要是它的質素 你看到有些黃等等 如果我們收購後 我們第一件事就是分開它 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黃了 會有機會釋放其他銀紙 就算你這樣放在一起 其實這張銀紙都會有影響 希望不要那麼快有影響 盡快做到防潮 有機會就不會發得那麼嚴重 如果不是的話 這張銀紙會有機會發得那麼黃 所以如果你不懂得保存 我平時建議大家 讓它給收藏家去保存 因為你不懂得做這個行為 有機會交叉感染 就算你真的升了值也好 它變成黃到這樣 其實是貶值 又不但升不到值 收藏來說 都是傷心 看見收藏品 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10元字 通常我們的做法都是 美麗的放在這邊 不美麗的放在這邊 我這個影片就不詳細做得太過分別 給大家看到 通常電源的量是這樣的 通常未必有很美麗的去整理 這就是10元字的狀態 通常我們做完收完之後 我們會做什麼呢 當然我們會入膠袋 會逐張逐張進入膠袋 原因是因為不想它有膠叉感染 可能會把同樣質素放在一起 我們就是這個做法 但今天都是給大家分享一下 例如10元的時候匯豐是這樣的 例如其他銀行會不會有呢 其實也會有 例如今天 你會看到它也會有些什麼 例如渣打銀行的一些鯉魚 但這款是大張版 就是8081年出版本 你會看到是比平常我們看到的渣打 會大張一點點 看下去 你會看到分別 通常都是 這些來說都是直版才值錢 如果不直版的話 其實作用不太大 所以有時候都是那句 很多時候你的東西值不值錢 真的看你有沒有保存 還有你家裡留了什麼給你 甚至你自己保存了什麼錢 都會有不同 而我們很多時候會研究 例如這一張為例 你會看到 例如這樣的話 你會看到 摺痕很實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人的銀行幣 其實都是放下麗士風 所以他本身來說 應該是一個死摺 我們的責任就是摊開它 但我也是那句 摺痕來說 是非常非常影響價錢 所以大家攜帶去我們店舖的時候 記得一件事 很重要 千萬不要撞到角或摺了它 因為現在才摺就最不值 保存了幾十年 突然之間 因為你多了一個動作 所以大家要注意 另一方面 你會看到 有些再舊版的10元 去到這樣的狀態 其實都未必有太大用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全新都可以 都是幾十元張的時候 很多時候 人們都會寧願買全新 都未必買舊的 這種狀態 通常我們會看看 會不會有原因 如果整批購買了它 如果沒有的話 會有機會回到銀行 這是有點浪費 但是沒有辦法 過程之中 因為始終都是那一句 我們經營收藏品 或經營店舖的時候 都會有責錢的狀態 只不過我們盡量 會幫你找到一個好人家 這個情況比較少 通常都會有人要 但只是價錢的問題 另一方面 也會看到 例如有很多不同的10元 10元 都會有不同的年份 和不同的簽名 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的 紅鎖匙系列 你也看到 狀態來說 都未必是太過漂亮 如果你想知道它的價值 其實我們另外一個影片 也有說過給大家聽 有興趣再看 但通常有時候很有趣 例如整批 可能會有一張零零射射射 質素保存得更漂亮 這張我們可能會分開制 因為原裝比較漂亮 沒有怎樣摺的話 其實都是會好的 但這張也是摺得多 唯一的好處是 它不算很霉和很黃 通常在這個狀態 有些收藏家 可能便宜地買一張 你自己收藏 這也很重要 還有一件事 像我現在這樣 用手去碟的銀子 通常我們一定是用番茄 令到手上的油性完全沒有 手乾了才會碰 如果你覺得有些人本身很大手汗 千萬不要用手去接觸銀子 因為你接觸那一刻 不但有手指毛 另一方面 那一刻的位置會黃 黃的話 就會令到銀子在將來變值 未必會馬上出來 但可能過幾個月 就會開始在那個位置 會有些黃點走出來 這對銀子的價值也會有影響 這對你小心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10元 這也是我們經營店的日常 因為每天都會有不同的人 拿著這些銀子 我們盡量幫他找好人家 例如這個客人 他也分開了兩袋給我們 你會看到有不同的 我都拿出來給大家看 這回合來說 他沒有刻意分開 純粹只有一個袋裝 應該這樣說 一個袋裝就不夠分開了 你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種類 例如有些黃色的鑰匙系列 其實我們之前的影片也有教過 有講過關於紅鑰匙 黃鑰匙 綠鑰匙 其實都是同一個年代 都是比較漂亮和多人喜歡的 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看看其他的影片 講回每一隻銀子的品種 以及他的故事 希望可以提起大家收藏的興趣 另一方面 也會看到有些質素不漂亮的 有些我們叫做小聖書 其實是中章 但比我們平時大章的大聖書 就小一節 這些都是有人收藏的 當然有時候你會黏一些污漬 就要想方法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可以弄走 有時候你存放不好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有小心 其實這隻就是昆蟲 可能有機會是一些蟑螂 所以這就是要處理 這也是我們平時日常的 怎樣去整理 但整理好一點的銀子 沒那麼殘 看起來那麼久 分開裝 有時候你會看到 我們真的接到這樣 拿過來完全沒有去 好好打理 所以我們有時候這樣說 如果大家玩開銀子的人 就會看到很心痛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經營在店裡 保存一些歷史的過程 其實都是希望給一些有緣人 我也是那句 我們收藏品的其中一個經營模式 都是希望可以保留香港的歷史 這個很重要 另一方面 也有一些一元字 今天不要介紹我太長期 純粹給大家看看不同款式 大家感受一下 在一個收藏品店的時候 經營運作會是怎樣的 我們也是那句 通常我們會先把漂亮和不漂亮的分花開 可能漂亮的價錢會有些不同 不漂亮的也會有不同 如果這個質素就不太貴 幾十元內都一定會有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收藏品 不要覺得門檻很貴 很多人經常覺得 一天晚上經常分享一些東西 很貴 幾十萬一張 怎麼能賣得到 其實不是的 你要記得很多時候 這些銀子 其實不是想像中那麼貴 例如這些款式 100元以下絕對買到 甚至可能買到兩張 老實說 你當是一個歷史也好 保留也好 分享也好 其實是非常漂亮的 還有英女王 有些人都是那句 覺得英女王 白年歸類的時候 其實也有機會會有一個升值 不同 也是一樣 你會看到還有很多五元字 啡色五元字 之前也有在集中說過 通常我們五元字的話 我們會找某一個年份 而找到某一個年份 就恭喜你阿發 因為可以升幾百倍 這就是我們在玩的遊戲 在收藏品的過程之中 我們也會有 而我們也不論如何 告訴大家 希望大家也可以賣到一個好少少的價錢 因為我們覺得 在我們店舖經驗模式來說 其實你賺到錢是公道的 原因是因為一路都是你保存下來 我也希望大家 可能自己在一個尋補過程的時候 都可以找到自己一個特別的年份 而賣到一個特別高的價值 我也替大家開心 這也是我們的模式 所以我們就很少會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真的會幫你忙 這是很重要的 但你會看到有時候真的 可以撐到這樣的地步 都會有機會 通常這些的話 真的沒辦法 去到這樣的地步 一定一定一定是要分開 如果不分開 就一定要回到銀行 因為這種狀態 我相信 就算五元對五元 都未必有人要 但我們在店舖的角色 可以盡量幫你做 所以我們收購銀資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機會輸錢 就是輸在這些位置 所以我們收購銀資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機會輸錢 就是輸在這些位置 很多時候大家可能沒有留意 硬幣與硬幣之間 是會有機會刮花的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 拿一個一定數量的硬幣的時候 麻煩有一件事 一定要做 通常我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就是把硬幣 因為硬幣來說 好與不好就是看花痕 所以如果你拿過來的過程中 令到它撞花了 其實就非常浪費 保存了那麼久 結果就在你手上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這隻 你看到的話 就是馬來西亞的一元 就是1971年 類似我們香港的大一元 而且是非常厚的 但厚的過程 就是很容易會撞花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大家如果拿一些貨幣過來的時候 最好就要小心這件事 其實我們店鋪不只是收香港 我們有時候會收一些外國幣 有時候我們也會有做 所以如果大家不認識的話 我們就有一條龍服務 叫做可以幫你看買 這是非常重要 例如其他收藏品 就算你不是銀子也好 其實我們都會用這樣的方法去打理 而且會這樣看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有些人可能拿一些 比較上可能都不在香港 有時候可能拿一些舊式的 一些可能美國的 我們都會有收購的 所以這個通常就是我們自己 收藏品店的時候的日常 就是會有很多不同的人 拿很多不同種類的收藏品 可能對你來說非常陌生 因為可能不是你的 或者是你的家人 其實你都沒有見過 但我們都會在這個過程之中 希望可以令到你知道 例如它是什麼 以及它的價值在哪裡 我會覺得在收藏的過程之中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都希望 就算你賣了的朋友也好 其實他都可以了解 多一點關於香港的歷史 因為香港有很多東西 現在來說 越來越消除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去店裡看看 看下的東西 還有其他事情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都在一個預約的狀態 所以大家記得 下面也會有一個電話號碼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聯絡我們 也會有收購的 什麼情況下會上門 通常都是你講 你發了圖片給我們 我們先看了 我們對的話 如果是兩大 我會覺得你是來收購的 例如我們遇到黑膠碟的客人 可能他有幾百隻的話 那就沒辦法 所以我們一定要上門幫你 但如果是輕便的 例如好像這個客人 可能兩代三代就已經搞定 我們就猜到你來店裡 直接搞 因為始終是一個現金交收 我都會怕 可能有機會有一個不見 或者可能對你來說 人生有安全的問題 這個也是要小心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也可以經過我們店裡 雖然我未必經常都會在店裡 但我們也會有其他老闆 負責開門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聊聊聊天 如果家裡有什麼收藏品 歡迎你可以拿過去 去給他看一看 最好是做一個預約 狀態就非常非常好 而我們經營的時間 比較上沒有怎樣休息 可能一星期休息一天 就隨機 所以大家怕的話 也不妨打回下面的電話號碼 而另一方面 通常我們經營的時間 會是下午 通常圍繞1點至7點 那段時間 希望可以遷就部分的人 可能上班 或下班 剛剛好就可以趕一撤離 這個也希望大家可以做到 特殊情況下 如果遷就不到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可以安排到 平日的 一些奇怪的時間 可能你下班要很晚 9點幾十點 我們如果有能力 我們可以盡量安排 因為始終我們的心態 都是不想那些東西浪費了 所以不妨有什麼舊物的 不一定圍繞銀子的話 亦可以發給我們 幫你看一看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的日常 所以在收藏品經營的店裡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現金 還有有時候我們都做到一個 可能有時候做到過數 儘量過數 兩邊我們都會做 不過現金會比較方便 所以大家在收藏品的過程之中 其實你都會接觸到銀子 所以這個比較搞笑 過癮一點 另外另一方面 也記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如果我看到的話 我盡量可以解答 如果大家對這些日常有興趣 我之後也會拍一些不同主題 未必是錢幣 例如我間歇性 例如那個禮拜 有些特別的個案 或者特別的客人 我都希望可以分享一點點 當然很多是一些客人的私隱 我比較少分享 很細節我不會 但大致上的一些小故事 性質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經驗 一個過癮的地方 一個有趣的故事 我都覺得是可以分享給大家聽 所以都是那句 大家的私隱是非常重要 我不會亂講的 但如果大家有什麼有趣的故事 又想分享的話 不妨可以跟我說 我亦可以在我的頻道 告訴大家 例如你當年對你來說 什麼特別的意義 拿來買什麼 拿來做過什麼 現在想買回來 有很多這樣的故事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記得讚好我 讚好我 讚好很重要 分享給身邊 一些舊歷史舊物的朋友 如果你知道他家裡有這樣的東西 也不妨分享這段影片 讓他知道 例如我們有這樣的店 我們可以幫他打理 希望他也可以割愛 另一方面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也要記得提醒大家 就是傳送課程 拿過來的過程中 記得記得疼愛他 我見過太多人 拿出銀包 夠膽去接住 但我本身沒有接過 非常誇張的故事 希望我們在下次 可以分享給大家聽 很棒的影片 如果您喜歡這個主題 記得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最後記得訂閱我 我只能夠兩萬channel 我肯定一定要兩萬channel 有需要的分享給大家 希望我很多樣子 最後兩段影片 因為收藏品的頻道在香港是非常少人做的 我也希望可以帶出更多的舊的香港歷史給大家聽 難怪我太詳細,還有最後兩段不同的影片 有興趣按來聽的,可能關於舊錢的分享 或者關於硬幣,你自己喜歡的話,隨便按進去再看 其實我今天已經拍了二百多段影片 有興趣的話可以全部幫我拍攝,我非常非常感激你 記得拍攝完之後記得給我一個讚 今天說到這裡,不用大家的時間 希望我下一集可以分享其他不同種類收藏品的日常 希望可以給大家一個新鮮感 亦可以吸引到大家一起享受收藏品的樂趣 最後,如果大家想和不同的收藏家交流 我們有100個不同的收藏家在我們的Discord Channel 只要你加入了會員,就會有Discord連結 你可以進去和他們聊天,談天,談心都可以 沒什麼所謂的 我們很隨意的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加入 最後也是那句,希望大家在收藏的過程中 或者大家在家中找一些舊的東西的從事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一些新鮮的故事 亦可以和我分享,因為我最喜歡聽故事 好,今天就這樣 下次見,記得看兩段不同的影片 單月,按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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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谢谢大家